养蜂不买种 勤放幼蜂桶 Hello 大家好 我是真过瘾 这个幼蜂箱放在这个位置 终于来蜂了 放了差不多半个多月 然后我们现在来把它收了 好 我们先把它翻过来一些 别掉了 别掉了 最怕的吗 一翻过来说它这个皮掉了 好 像这种的话 我们拿着收成笼罩上去 里面还有一块皮 这块等下再来收吧 我们先把这上面的收起来先 敲这个下腾上去就行了 恐吓它们啊 或者吹一吹它们也会上得很快的 收风就是这样子收啊 下蜜蜂就行了啊 把蜜蜂往上赶 现在这皮上已经没有多少蜂了啊 大军已经都上去了 剩下这些在这里吸蜜的啊 它们要吃饱了 带点蜜然后才才能跑 这就是蜜蜂的本性啊 它在跑的时候它一定要有一部分工工 它会吃吸满蜜啊 带一点粮食走 蜂蜜就等于是蜜蜂的群款啊 这上面的蜜啊就等于是蜜蜂的群款 花粉它们是带不走 但是蜂蜜它们可以带走的啊 好现在大部分已经烤上去了啊 然后我们现在要来收这个箱子里面了 好我们现在来收这个箱子里面的这一些啊 这一块的话哇还是蛮多蜜的 有点封盖蜜了啊 还是有点封盖蜜了 蛮多了我看一下蜂王有没有躲在这里面了 没有躲在这里面的话 就不管它了 我们就可以收箱子里面了 好王不在这里面啊 这个里面把它放在地上先 然后我们敲这个箱子 敲箱子啊 把箱子的杆上去 只要一惊吓啊 蜜蜜就往上炒了 好 这个蜜蜜已经都收完了啊 剩下一些采集蜂 他们爱尽不尽啊 我就不管他们了啊 把蜜蜜都关掉了啊 好这一锅就收完了啊 然后我们接下来去收另外一锅 走